三十七八度的气温 太阳像火一样的烤 准备带寇袋出去凉快一下 实在是太热了 热得像小狗一样 爪子都是烫的 来 进来 走吧 带它出去玩了 总算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这里的水好凉 这上面全是竹子 走在这里都有一股很凉的感觉 我现在都走到水里面来了 这个水看上去好干净 从那个山顶流下来的这种水 我感觉可以直接喝 像冰箱里面的水一样 好舒服 赶紧把磕袋带过来 磕袋 出来玩了 走了 快过来 哇 这里的水太舒服了 像一个天然的空调一样 好玩吧 来 我们到前面来 看下这里的水 我感觉这个从山上滴下来的这个水 比河里面的水还要凉 太舒服了 来 喝点 喝点这个水 非常凉快 舒服吧 啊 这也太好玩了 我都忍不住直接坐在那边了 太舒服了 再来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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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裂 水 太滑了 非常好 有点热 喝点水 走了 我们起来去前面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鱼 这水好清澈 看一下 那上面发现了一棵野核桃树 我们从那边上上去摘几棵核桃下来看一下 你就在这里玩 等我一下 这里你上不去 长在树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这一串都摘下来了 很多朋友还没有见过没去皮的核桃 我们砸开看一下 去掉这外面的一层皮 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常的核桃 这皮还非常不好清理 放在水里面洗一下 把这上面这一层给它全部去掉 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野核桃 不过基本上跟我们在外面买的外形是差不多的 非常硬 走吧 回去了 下次再带你来玩 来 进 进 回家了 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